我们出发了 今天是去茶区的第一站安静 今天是春风 2021年的寻茶开始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安吉北茶的原产地安吉 今天外面下雨 采茶工人就在这儿 这是做什么呀 做馒头 馒头 哦 参观一下 参观一下 哇 这是生出来的馒头烤的事 真的 这还一挂出来不得狗吃 不得狗吃 你们都是从安徽过来 老家安徽的 安徽的 这是我们采茶的茶笼现实的生活 因为今天外面下雨 不能去采茶 所以都在这儿 现在天已经不再下雨了 所以采茶工现在从这边上去 上去呢 上去呢他们会今天下午 消息采那么一点 这就是南方的气候 一会呢是阴天 现在呢又是蒙蒙细雨 整个山全部笼罩在烟雾当中 这是安徽的茶笼 这是安徽的茶笼 现在呢 某某雨之中也在采着茶了 这就是安徽的茶笼 这就是安徽白茶到餐厅 海回来的仙夜 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厚度 安徽白茶的第一套工具采摘回来 就是摊青 这是安徽白茶的沙青工艺 人自动化的生产线 我可以看到里边有书记 就过去了 这一把机器 沙青蛮色号 经过这儿其实是风险 就是风险 有些磨啊 黄片啊 它都会从这儿掉出来 然后非常等级的茶叶呢 就从这里出来了 再运输上去 这个就是风险钓的薄片 那这个机器呢 就相当于过去的摊凉的一个过程 然后经过这个 经过这个大机器 看量我们现在看不到里边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到那边去看 开始里调 然后均匀呢 放到那个上面 然后再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就是 前面是第一道风险 前面是第一道风险 然后这儿又是一道风险 看这就是挑出去的这些黄片 最后出来的成品呢 基本上我们就不用再去挑了 看这个就非常非常整齐的茶叶 这就是我们到杯中的茶叶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后面再去控干一下 这个干燥还差一点 没那么干 看这个整齐了 这个是空干的最前面的地方 再加热一的茶叶 再加热一点 一杯 这支给你 呢 我是